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高楼逃生治旧的下降节 首先我们准备一个三米五左右长的绳子 中间对接起来 然后我们搭到后面 用一个手把住 用另一只手从当部将绳头穿过来 然后呢我们把它合在一起 这时呢形成一个安全的座椅 坐起来非常舒服也特别安全 然后我们将主绳对折 将主绳从两个绳圈中间穿过去 将绳头拉出来 这时呢形成一个半扣 也就是一个下降节 然后我们将绳头找固定点固定 这个时候呢我们拖动绳头 它就下降了啊 拖的慢一点它就慢一点 拖的快一点它下降的就快一点 想暂停的时候呢 我们拉住绳头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非常实用的一个下降节 非常适合高楼高空应急使用 看懂的老铁双铁 看懂的老铁双铁